我一直很關注體育和文化界的長遠發展 所以我覺得大灣區是一個很好 亦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首先講講體育 其實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能夠有這麼高的水平 是很需要和一些高水平的運動員去切磋 大家知道其實廣東省很多頂級世界冠軍運動員 如果有更多的機遇 可以令到我們香港個個體育的運動員 可以去到大灣區不同的城市 可以和這些運動員去交流 去切磋 去比賽 其實我相信是有助他們提升他們的水平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舉辦更多不同的活動 令我們的運動員 甚至喜愛體育的朋友 可以去到大灣區不同的城市 去到大灣區不同的地方 可以去玩 去試 去比賽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沒有場地 大家訂場 也是很辛苦的事情 如果開放更多大灣區的場地 讓大家可以享受 我相信是一件好事 現在交通也是絕對可以做到的 文化界更加不用說了 我們文化界其實是很需要更廣闊的市場 香港700萬人口 大灣區差不多6千萬人口 大家可想而知 市場的觀眾是多幾多 如果我們可以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 可以打造我們香港的品牌 在大灣區裡面 很有效地可以銷售出去 可以營銷出去 我相信我們是可以創一片天下的 現在其實很多文化界的朋友 都開始去探討大灣區裡面 城市不同的表演機會 或者演出的機會 所以這方面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合作 將我們香港品牌建立好 甚至現在其實我們講到文化 不只是表演那麼簡單 其實我們香港是很多創意 很多IP可以打出來 希望大灣區這個大市場 我們可以Capture到 令我們香港品牌發展廣大